可接触所有机密。GE被捕华裔雍中美国籍。 中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,千人计划,专家,在美国通用电器公司,GE,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的郑小青,上周因涉嫌盗窃公司机密数码文件并提供给GE的中国竞争对手, 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,FBI,拘捕。 前日,这名美籍华裔工程师获准以10万美元非现金抵押品,夹带电子监持器保释, 拥接触全部机密许可。 美国之音电台报道,美国政府指控郑小青的形势诉状称,仍有中国公民身份的郑小青从2008年起受雇于GE, 他涉嫌窃取属于GE电力部门与涡轮机密封和优化有关的数学计算机密。 中国不允许公民拥有双重国籍,暂时不知郑小青如何在取得美籍后继续保留中国公民身份。 郑小青拥有接触GE电力部门全部商业机密的许可, 他将39份商业机密的设计与流程图纸加密后, 将其代码隐藏在看似不舍机密的日落风镜2禁止码电子照片中, 然后发送到他的hotmail私人电邮。 FBI探员在诉状中说, 2014年GE就发现郑小青从公司电脑上降于1.9万份文件复制至USB记忆体上, 正被公司调查人员约谈,他表示已经删除全部文件。 去年公司发现郑小青将约400份加密文件储存在其工作电脑上, 而这种加密软件不是GE使用的,于是开始监视郑的行为。 今年GE透过安装在郑小青工作电脑上的监视软件, 掌握其加密程序密码, 进而发现它加密后转移出去的文件内容, 这些内容涉及与涡轮机的密封和优化有关的数学计算, 属于公司机密。 两年内五次复华,南京自开公司。 本月FBI探员搜查郑小青位于纽约州尼斯卡与纳, Niske Honor的居所, 发现一本手册, 内容是中国政府对能提供高科技信息的个人或实体 将给予何种资源的解释, 还从机护照上发现过去两年中他五次前往中国。 2015年, 郑小青及其兄弟郑立新成立南京天一航空技术公司, 证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。 在讯问中, 郑小青承认过去在五到十个不同场合, 使用隐秘手段窃取G1的资产。 而他在中国拥有和工作的公司所研究使用的技术, 与他在G1工作的相同。 他还承认, 他的中国公司还没有盈利, 但从中国政府获得赞助和资金。 郑小青是中国国家千人计划人才, 有报道称他带领技术团队进驻辽宁天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, 为其新引进的美国航空发动机机械密封技术, 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空白。 上月亦有华人工程师被指揭秘在美被捕, 苹果前无人车工程师张小浪, 涉嫌为总部在广州的小鹏汽车窃取苹果无人车的设计蓝图等资料, 面临一项商业机密盗窃罪指控。 我从无小保随从未至准备时间啊, 登项资料球你够死化不给你我的分解, 请继续